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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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他是負責寫文件 或者他是記錄文件的人 在以前就有一個書記 他叫做巴露 他當時候是記載耶利米哈所 說出來的一些的預言 這些話大多數都是 上帝對百姓的責備 所以有很多的災難 有很多的苦難會領到 想當然這些的話 一定是百姓不太愛聽 更何況巴露他還需要 把他這些話給他記錄下來 對巴露來說 就算他今天辭了這個工作 可能他之後也不太好找 因為這份工作 是一份不太令人喜歡的工作 而且這個工作 可能連自己的安全性命 都是一個的問題 但是上帝他就知道 巴露他的一個的擔憂 所以在耶利米蘇他說 你為自己圖謀大事嗎 不要圖謀 我必使災難淋到凡有血氣的 但你無論往哪裡去 我就必使你以自己的命為略物 這是耶和華說的 以自己的命為略物呢 就是講到說 他是會使你獲得生命的意思 所以當巴露他持續做神的功 神他就說我要在患難當中 我要保守你的性命 所以巴露他的名字呢 意思就是受祝福的 所以當我們的身份不管是什麼 當我們忠心於神的事上的時候 今天他要使我們蒙福 而且當我們以神的事為念的時候 祝福你 今天他要在不景氣當中為我們開道路 在死亡當中讓我們得著生命 而且在沮喪當中充滿著盼望